Hello 大家好 我是宇乐 欢迎大家收看Staycation 低价系列 这个系列会为大家介绍一些价格相对亲民的酒店选择 而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五星级的港都海逆军卓酒店 港都海逆军卓酒店位置于北角游街23号 就近炮台山港铁站 距离大概是3分钟 最紧的便利店亦是3分钟路程之内 酒店有提供健身室和泳池 但泳池需要提前预约 长程可以向酒店查询 另外请注意假日有不少的家众带小朋友去这个泳池 如果各下需要安安静静游泳 那就可能要三思了 今次带大家一起看的是港京豪华房 而8月10日星期三为例 价钱年税之后是864 而周末价钱年税之后大概是1269 和大家一起去看看房间 当日被安排入住的是35楼房间 揭卡有两张 房间的大小基本上符合与其 提供的是一张queen size的双人床 软硬弹性都很不错 窗边有一张书桌 可以同时用来做饭桌 没有提供沙发 其中一边的床头可以找到电话和闹钟 建议把闹钟的电池拔出来以免它自己响 同时可以找到拖把 拖把上面有插头和USB盒 另一边的床头就没有插头和USB盒 取而代之 柜桶里面可以找到一本圣经 而刚才提过的书桌上可以找到另一个拖把和电话 接着和大家一起看一下浴室的情况 没有意味 但是马桶有轻微的污漬 水压算是正常 洗手盆的上方有一块大圆镜 镜的后面是一大块玻璃 浴室内外的情况都可以清楚看到 如果觉得害羞或者想用一些私人空间 也可以按按键把幕放下来 洗手盆的旁边有一系列的用品 包括润枯露、沐浴露、洗头水割一支 浴帽、卫生袋、棉花棒、梳割一套 两套牙膏牙刷 和一个温度风速都正常的风筒 有两个花沙头 水压算是相当足够 除了有企缸的位置之外 还有提供浴缸 尺寸可以容纳一个人 或者是搭的两个人 看看浴室门口的衣柜 里面有几个衣架 两件白色浴袍 有烫豆、烫衫板 没有提供额外的枕头皮铺 有一个保险箱 柜桶里面可以找到洗衣袋和鞋抽 在下面可以找到两对棉质的拖鞋 旁边的柜里面有一个小型冰箱 里面有很多需要额外付费的饮品 柜桶里面可以找到一支迷你的红酒和杏仁 还有一个价目标 下面可以找到杯、水煲和即用咖啡 单房叫做港景豪华房 当然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的景色 因为入住的是35楼的关系 属于比较高的楼层 景观算是非常不错 而且完全可以不用关窗帘 就可以在窗边探索人体的奥秘 不过住得越高 可能是越危险 事源2012年这间酒店曾经发生火警 天台的疫症显示平凌晨起火 300名住客和职员需要疏散 最后六人轻霜 灌够4小时才把火灸熄 而刚巧的是 入住当晚的半夜 竟然火警中莫名奇妙的响了十几秒 估计是不明白 我屌你老母 而早上向前台了解的时候 得到的答复是不清楚 这一点真的完全不能接受 顺便说一下这间酒店上年8月的时候都发生了一种意外 正确来说是一宗命案 据悉有一名男子因为患有情绪病而自杀 先割颈 再把刀插入胸口非常吓人 虽然无从得知都是哪一间房 但是根据酒店的回复 那间房不会再提供给客人入住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整体而言 这个背套的五星酒店价格算是不错 但比起之前介绍过 位处不觉的Hiacentric 就略高一点 而整结方面 床单、皮铺、浴缸都有清洗干净 如果马通可以再干净一点就会更好 至于舒适的部分 浴缸有加分 床也挺好用 check in 的时候 reception 给我的印象都不错 黄色到门的隔音真的暴暴通通 经常会听到走廊的声音 加上半夜三四点你火警钟不明白 而且没有给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想余飞必要半人都不会再住这间酒店了 位置方面算是不错 港铁站距离不远 附近也有不少的巴士站 而且这一带有不少的食肆可以选择 而附近的良心小店数量也出奇地多 其中半人非常推荐这间台式外卖店 有提供台式便当、小食、护原糖水等等 并主打台式吐司 另外也推荐这间距离酒店只有一分钟路程的小店 有all day breakfast burger risotto等等 而且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饮品 例如竹炭鲜奶咖啡和黑芝麻拉提 今次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大家发表任何的看法或者意见或者鬼故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或者觉得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帮忙按个like和subscribe 同时也欢迎追踪我的IG 我是雨乐 与你同乐的雨乐 我们下次再见